因為你看到很多位置 你也可以不斷地不斷轉 大家好 我是Moransivy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如何使得Pokémon GO 更多看的東西 即是... 橫向來玩 螢幕不僅是直向的 還可以橫向來玩 一開始大家看到... 究竟怎樣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其實不多 沒錯啦 那看到的東西不多 如何打橫向你玩呢? 我們只需要按... 然後步驟組 按精靈球 到設定 然後再按這個Report 到了這個位置的時候 大家可以打橫向它 現在就做一個創的示範 按得慢 沒錯 那就不行的 看到了 彈出去按進去也是沒意思的 對啦 即使彈出去按進去 按完成也是沒意思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按完成也沒意思啦 再來一個... 如何才會成功呢? 就要夠快了 按進去 接著再按 對啦 那我就再慢鏡給大家看 按完yes 之後 report 按完yes 之後 立即彈出去場面 按空鍵彈出去場面 大家看到其實這個動作也很快 這樣彈到空鍵之後 然後 用了空鍵彈出去之後 立即又按回那個主程式啦 即是Pokémon GO的主程式 那麼進去就可以造成一個超廣的畫面啦 玩這遊戲啦 這樣可以橫來玩的 沒錯 當然這是一個... 說官方設定的玩法啦 但真的可以讓你看到很多... 比較多的畫面啦 說真的 那我們又立即試一下 究竟變成這樣之後會怎樣呢 其實它會把所有畫面放大了 那就... 比較麻煩啦 這些畫面其實都會縮小分 對了 大家看到了 看到是放大了很多的 但是你說平日常這個... 寵物小精靈的時候是方便了 因為你看到很多的位置啦 沒錯 那你也不用那麼窄地不停地轉 到了Pokémon Stop的時候 然後大家看到其實都是放大了的 跟大家說說究竟會有什麼變化啦 這樣的玩法 看到其實... 你進入一些道場 它還是放大了 你打道場的時候 應該只剩下很少很少 你看到的位置也會很少的 對了 那就不要緊啦 好處是一定有壞處的 對不對 因為說真的 遊戲就不是這樣做的嘛 它原先是 如果要這樣玩就要有這些缺點啦 那就不要緊啦 那大家又如何回復正常狀態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關掉Pokémon Go 10秒 然後進入去10秒之後 再開Pokémon Go 這樣就回復正常啦 有什麼疑問可以在YouTube的討論上留言給我 那我盡量為你解答啦 希望大家玩得更加愉快 有了這個打環的方法 因為我相信大部分大螢幕的朋友 都想用盡螢幕的寸數嘛 對不對 既然大螢幕這樣玩法其實會比較好 當然這個玩法只是為... 本身是這樣走的時候啦 即是你找Pokémon的時候 或者是... 可以看到更多Pokémon的所在啦 就是這樣啦 今天這個教學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如果看完這段影片 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想得到更多新遊戲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深入了解我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謝謝